这是柯南首个原创三级剧集 也是目前为止柯南为二的三级原创 《淤地红人》的密室作品中又一精彩之作 夜色笼罩的临终别墅 七个不同身份的年轻人 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 充满血色的连续密室杀人案件 都一一掉足了观众们的胃口 正是这种充满悬液色彩的惊悚氛围 为本案增加了极大的吸引力 不仅与标题相得一张 还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弦 可谓一箭双雕 成为了中后期少有的亮点聚集 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游戏老板们点播的 名探柯南TU版D603-605集 海外TU版D654-656集 降临会与双重密室事件 月明星期的晚上 毛利家三口悠悠又在野外迷路了 就在三人以为今晚要在车上归宇时 小兰注意到森林里有一栋正亮着光的别墅 三人兴高采烈的上前借宿 没想到开门就是暴击 幸好当中有一人认识毛利 是此前出现过的日卖电视台的助理导演 八川红丝 别墅里一共有7人 除八川外 剩下6人分别是知名漫画家 笔梁板林辉 Cosplay专属摄影师 三川龙一 即将出道的平面模特割仓金子 普通职员和拳针番 手办创造者可尔锋和一生朴之木和熊 之所以聚集在这里 是为了举行一场大型的特殊仪式 招临会 要在这里召唤他们的共同偶像 一年前遭遇事故不幸去世的女演员 雅元皇的灵魂 小黄没出道之前 曾是一位Cos达人 经常去三川工作的Cosplay商店拍写真 其他人Cos角色时 徒有其形而没有灵魂 唯独小黄能把角色那种特有的宿命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Cos黑暗魔法的女人里的女作 神行兼备 简直就是突破了次元壁 让二次元的人物升为到了三次元一般 黑魔法的女人是漫画家笔梁板的代表作 同时也是神秘系漫画最高杰作 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意外趋势后 偶然得到魔法并复活 然后就针对那些杀了他 还伪装成意外的人进行复仇的故事 为了让更多人欣赏到小黄 三川就把他的Cos罩发到网上 因此走红网络 后来又被演艺公司相中 出道当了平面模特 恰好此时笔梁板的漫画 黑魔法的女人即将翻拍成电影 小黄的Cos罩成功引起了笔梁板的注意 更巧的是 黑魔法的女人里的女主也叫黄 因此笔梁板认为 再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角色了 于是将他轻定为电影女主 就在众人以为小黄是一颗 然然生起的星星时 他出事了 在电影开拍前夕 开车操作失误 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湖里 至今人为找到其遗体 可谓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最近 在小黄的后援团里 又爆出一个奇怪传闻 据说曾经喜欢小黄的粉丝 爬墙去喜欢其他明星后 不是生病就是受伤 更有甚者丢了性命 半个月前 笔梁板的责任编辑 则男一郎造人杀害 临死前写下了一个黄字 因此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 小黄和漫画女主黄一样 复活后对背叛他的人进行报复 正好笔梁板在神学方面颇有研究 便组织大家举行照定仪式 把小黄的灵魂召唤出来问个清楚 笔梁板看了看时间 发现及时快到了 于是便带大家移步到冥想之屋 准备开始做法 所谓冥想之屋 是笔梁板遭遇创作瓶颈时 用来思考的地方 屋内除了一张大圆轴和几个小柜子之外 四周摆满了小黄的海报 静默一阵子后 笔梁板率先念诸咒语 大家紧随其后 小兰惊恐碧 以为小黄的灵魂真的现身了 柯南看了一眼蜡烛 靠近闻了闻后表示 上面有点火药味 毛利心灵神会 给大家解释刚刚所发生的超自然现象 视线在蜡烛里面装入火药 等燃烧到装入火药的位置就被引炸熄灭 此外 在灯具等其他物品底下装上电动马达 再放杯子或盘子的支架上缠上掉线 连接到卷线器上 如此以来 只要启动遥控器 物品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震动 盘子也会随之掉落 真翻还是有些不解 这些超自然现象可以用机关完成 但小黄的空荡而有回音的声音是怎么一回事 柯南表示 先在录音器的麦克风上装上空音器 在粘到海报后面 声音响起来时 就像是小黄开口说话了 把戏被人拆穿 始作用者笔梁板掏出扬空器承认了一切 但令他疑惑的是 小黄的录音内容发生了变化 并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 之后 大家各忙各的 医生和雄找到笔梁板 跟他讨论录音内容被调包一事 原来特意参与策划了招令仪式 知道举办仪式的只有在场的几人 因此他认为是他们当中的一人 调换了录音内容 并有了怀疑目标 越想越气的他 准备起身去找对方理论 但被笔梁板叫住了 并提醒他 大名鼎鼎的名字探小狼也在别墅里面 听笔梁板这么一说 何雄这才一知道 他们那件见不得光的事 要是被毛利发现的话 就完蛋了 何雄感慨的同时 笔梁板掀开了手头的塔罗牌 发现居然是一张死神牌 柯南 请问这个死神牌指的是谁呢 我哪知道 难不成是我啊 与此同时 毛利家三口和八川他们在客厅闲聊 从交谈中了解到小黄出日前的具体详情 一年前 小黄来这里参加聚会时 有事先走一步 哪知这一走就是永远 途中因操作方向盘失误 导致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湖里 警方只打捞到他所驾驶的车辆 并未找到7ET 但根据车辆的损毁程度 恐怕凶多吉少 参加那次聚会的人 据八川所指 有比良板 何雄 以及上个月去世的编辑 至于编辑遇害一事 八川也有所耳闻 据说金子去找他商讨出道事宜时 发现他在家中中刀倒地身亡 并留下了一个死亡讯息 但关于讯息的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见毛利这么感兴趣 八川随机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金子 想让当事人过来叙述 然而金子却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 此外 八川还透露 网上有传闻 小黄不是因为车祸去世 而是在聚会上发生了意外事故 比良板为了隐瞒此事 伪造了车祸假象 将遗体藏在了冥想之屋的地板下 此话一出 毛利三人大惊 真番更是冷汗之流 连杯子都拿不稳 唯独三川一脸淡定 并告诉大家一个鲜为人知的消息 这个传闻是手办师可儿放出来的 因为他一直像狗仔一样跟踪小黄 知道小黄平时极为注意行车安全 认为他不太可能在一段不危险的路段发生车祸 背后应该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 夜深人静 当大家都进入梦乡时 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原来是真番发现金子不见了 打电话也打不通 害怕对方出事的他 特意找到毛利 希望毛利能够和他一起去找金子 可就在这时 他和八川的手机同时收到金子发来的短信 短信上写着 我在此地复活 属明黄 柯南顿感不妙 叫醒毛利一起找人 然而刚进过大厅 就看到可儿鬼鬼祟祟的站在迷想之屋的门前 试图开门进去 一口咬定小黄在里面复活了 柯南记得冥想之屋的门在招令会结束之后 笔连板就从外面上了挂锁 但现在从里面反锁 显然是不太正常的 为了确定金子在不在里面 柯南让真番打电话给他 电话是打通了 但没人接听 毛利把耳朵贴在门上也没有听到来电铃声 三传建议砸碎门上的玻璃 然后开门进去 因为晚上他们闲聊时 金子曾在电话里面说过自己身体不舒服 担心他晕倒昏迷了 见状毛利也不再犹豫 干脆利落的敲碎玻璃 杂料从里面上锁的挂锁 屋内光线红暗 原本用来摆放海报的画家杂乱无章地倒在地上 而他们要寻找的目标人物金子 此时此刻 正静静地躺在圆桌上 月光透过上方的窗户照在他身上 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颈部还有道明显的勒痕 显然是遭遇不测了 一波一瓶一波又起 和熊惊慌失速地过来告诉大家另一个恶号 笔梁板?死了 收到金子的短信后 和熊本想找笔梁板商量 但发现对方防门紧锁 敲门也无人应答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时 听到里面传来金子的手机来电铃声 顿感不妙 从门口上方的气窗槽里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因为大家都没有备用钥匙 所以毛利只能撬门进去 和第一个现场一样凌乱不堪 门口的地面上散落着一堆碎纸片 通过碎片上的细节 柯南发现这是小黄的海报碎片 凶手从迷想竹物把海报拿走撕碎后 撒在了这里 此外 柯南还在地上看到金子的手机 手机下方压着一条绳子 不久之后 接到报警的木木警官带队赶到现场 毛利向其阐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经调查 金子的死亡原因是内井窒息而死 但令现场人员感到奇怪的是 身上没有任何挣扎反抗的痕迹 按常理来说 被勒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 都会奋力反抗 至于比良版 则是死于情话物中毒 凶手在红丘里面投毒 两人的死亡时间初步推断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 冥想之屋的房门从里面锁上挂锁 且要是只有比良版一人拥有 唯一一扇气窗在接近房顶的位置 虽然大小可以通过一个成年人 但屋内没有可记住攀爬的工具 并且这扇气窗比较特殊 只有一只按钮才会运行 否则就会停下来 可以说是一起超完美的密室杀人事件 而第二个现场 也就是比良版遇害的房间 虽然气窗狭小无法进出 但门锁比较普通 无论从里面还是外面 都可以用钥匙上锁 起初 柯南他们以为凶手是在行凶后 用钥匙锁门离开 从而制造出密室 但线看人员接下来的发现 令人大跌眼镜 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 他们找到了两把钥匙 而且钥匙还被一本日记压在下面 经过鉴定 这两把钥匙正是这个房间门锁的钥匙 这种钥匙比较特殊 由德国制造 日本的钥匙复制店无法复制 此外 比良版房间发现的绳子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确认他就是杀害金子小姐的凶器 毛利斯来想去 想到了一种可能 畏罪自杀 比良版勒死金子后 回到自己的房间并锁上房门 然后喝下有毒的红酒 说不定半个月前 编辑遇害一事 也是比良版所为 对此柯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如果凶手是比良版的话 编辑留下的死亡讯息 为何指向小黄 既然要自杀 为何要大费周章的将现场布置成密室 毛利表示 编辑遇害留下的死亡讯息 以及金子给大家发那条署名为黄的短信 其实都是出自比良版之手 目的是为了伪造成自己漫画里的角色 出现在现实中 借此实施杀人计划 至于密室 则是让人以为 他用魔法完成了不可能犯罪 之后 默默警官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询问众人的活动轨迹 然而却发现在案发时段的 11点到凌晨1点之间 大家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谁都有可能作案 柯南决定从将领会的 真正目的入手调查 一群人如此大动干戈 甚至还闹出两条人命 不可能仅仅是为了 弄清传闻那么简单 背后必定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果然 八川回忆起一个重要细节 一个月前 他与何雄在酒吧喝酒时 何雄曾透露 最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 说是骚扰电话 但根据何雄当时的反应来看 更向着恐吓电话 听八川这么一说 可儿也想到 先前被人杀害的编辑 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一个月前 他去找编辑商讨杂志出版事宜时 编辑又收到了一条匿名恐吓信 见门不下去了 何雄正好如实交代 他确实接到了恐吓电话 对方告诉他小黄 不是因为事故丧生 而是在这里聚会时意外去世的 并且遗体被笔梁板藏匿起来了 此事引起了他们的恐慌 尤其是编辑死后 他和笔梁板更加坐立不安 为了找到发出恐吓信的人 他们以招令会的名义 把最有可能的几个嫌疑人召集到这里 并在招令会上装神弄鬼 试图通过恐吓让对方露出马脚 哪知对方不仅身藏不露 还悄无声息地夺走了两条人命 但也间接证明了 发出恐吓信的人 就在在场的众人当中 这时 小黄想到另一种可能 小黄的家人或者情人 倾信了网上的传闻 为了替小黄报仇 便策划了这一切 对此三传表示不可能 小黄之所以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是因为他的双亲 就是在他小时候的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的 柯南让高木把编辑留下的死亡讯息 展示给大家看 说不定能让大家想起其他线索 柯南也借此机会 看到了编辑留下的死亡讯息 敏锐的柯南一眼看出端倪 并引引猜到了凶手是谁 但比较棘手的是 还没有解开密室之谜 为了查找更多线索 柯南决定重返案发现场 他发现放有钥匙的抽屉 位于气窗的侧边 距离并不远 可以从气窗版钥匙丢进抽屉 但放钥匙容易 再盖上日记本并上锁就比较困难了 凶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就在柯南百思不得其解时 意外发现门口的鲜花上有一片海报碎片 正是这个碎片的出现 让柯南解开了 比良版遇害现场的密室之谜 随后 柯南来到第一个现场冥想之屋 这里就比较复杂了 房门是从里面上的挂锁 说明凶手是在屋内上锁之后 再从另一个出口气窗逃离这里 但气窗位置很高 屋内又没有可以垫脚的东西 并且关窗腰一直按着开关不放 凶手是如何离开的呢 也许这个问题对别人来说是个难题 但对柯南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他看到画架 台灯和卷线器等物品之后 瞬间恍然大悟 明白了凶手的轨迹 接下来就是寻找只人凶手的关键性证据了 这个问题也没有困扰柯南太久 很快就有人为他答疑解惑 返回客厅时 柯南无意间听到西装革履的三船 跟八船吐槽房间很热 八船就让他像往常一样松开领带散热 但三船觉得在警方面前要注意一中一表 这几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对话 让柯南悟出里面的玄机 凑齐了本案的最后一块拼图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凶手的钻手法了吗 柯南把毛铃拉到冥想之屋 将其飙晕 然后上演沉睡的小五郎推理秀 柯南表示 笔梁板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 凶手的钻案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先让笔梁板喝下有毒的红酒 等其毒发射完后 再拿着钥匙把门锁上 然后来到冥想之屋将镜子勒似 拿走小黄的海报 再从里面锁上房门 回到笔梁板的房间 把钥匙 绳子和金子的手机丢在里面 伪造为罪自杀的假象 证据就是海报碎片 掉在了笔梁板房间门口的花上 说明凶手是在走廊上撕碎了海报 再从气窗丢进屋内 整个作案过程 最难的就是制造密室了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 凶手是如何制造密室的 柯南让千叶和高木警官为大家情景演绎 首先让笔梁板遇害现场的密室 凶手勒死金子后 取下小黄的海报 将其中长达两米的大海报卷成圆筒 再将圆筒从气窗伸到事先打开的抽屉里 然后把钥匙放进圆筒 让其滑进抽屉 之后利用圆筒前端把笔记本盖在钥匙上 再关上抽屉 并转动锁扣使抽屉锁住 最后再把海报撕碎扔进室内 用金子的手机给大家发消息后 再把手机的绳子扔进房间内 好将罪名架回给笔梁板 相较于笔梁板案 金子案的密室就复杂多了 先取下屋内所有的海报 再把同样大小的海报放在一起卷成圆筒 如此以来 就可以得到四根不同长度的圆筒 再将这四根圆筒绑在一起 做成一个临时的简易脚踢 纸虽然柔软 但卷成圆筒之后 垂直方向的承动力超乎人们的想象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因为冥想之物的窗户开关比较特别 所以凶手事先布置了一个关窗机关 将绑有钓鱼线的画家扣在关窗按钮前 再将钓鱼线依次穿过门档和灯架 最后绑在卷线器上 然后用遥控器启动卷线器 窗户完全关上之后 返回笔梁板的房间处理海报制造密室 手法就是先前提到的 最后在趁着精子遗体被发现时的混乱场面 把遥控器放回冥想之屋 此外 凶手不仅杀害了精子和笔梁板 还涉嫌杀害了半个月前遇害的编辑 而编辑留下的死亡讯息 之所以指向早已去世的小黄 是因为讯息被人篡改了 他原本想要指证的凶手是三船 但只写到三周就断气了 第一发现者精子为了掩护三船 将死亡讯息改成了Kira 小黄的片甲名 证据就在三船的领带上 那里有红酒的痕迹 只要拿去花验比对 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事已至此 三船也不装了 坦白他就是连杀三人的凶手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三人杀了他的爱人小黄 原来他是小黄的男朋友 知道小黄特别注意行程安全 不太可能会操作失误 应该是另有引擎 为了查出真相 他就在这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装上窃听器 果然他从窃听器里面偷听到了小黄去世的真相 出事那天 大家为了安慰情绪低落 整天酗酒的比良版而聚集到这里 但当小黄上前劝解比良版时 意外发生了 众所周知 在柯南里面 有人摔一下就死 有人连续被暴头四次都没事 很不幸 小黄属于前者 为了隐瞒真相 比良版他们就伪造车祸去世的假象 没想到杀了编辑后 金子就约他出去 跟他坦白 在三船眼里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加上编辑说那次聚会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也参加了 他便以为是金子 这时 真番突然站出来承认 他才是那晚参加聚会的另一个女生 编辑之所以不把他招供出来 是因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出高中的时候他经常被同学霸凌 导致长大后极度自卑 不敢出门 在网上看到小黄的COS照之后 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一家COS店 偶然遇见了小黄 小黄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化妆 如何扮成COS 是COS让他完全脱离了苦门的现实世界 变成了梦想世界里的人物 但因为迟迟不愿意接受小黄去世的事实 他就没将意外去世的真相告诉警方 没想到竟因此酿成惨剧 而金子也不是威胁三船 是真的想告诉三船 他会替他保守秘密 因为他喜欢三船 但他知道三船喜欢小黄 所以将这份爱默默藏在心里 这就解释了金子的遗体 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 因为他已经心如死灰 此外 三船之所以费尽心思地把这里布置成密室 是为了让警方以为 冥想之物有秘密通道 进而对房间进行彻底搜查 帮他找到被笔梁板 他们藏在地板下的小黄的遗体 果然 第二天 警方在冥想之物的地板下找到小黄的遗体 而八船也因为报道此事 得到了新闻特别酱 但他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的朋友 死得死 吃牢饭的吃牢饭 以上就是明天坦克兰将领会 双重密室事件的全部内容了 本局编剧名为月之浩人 又名于利红人 和宇文斯质子 这两个编名 皆由他的本名变化而来 于利红人与本名同音不同写法 而宇文斯质子 则是将罗马字重新排列 由欧妻抠颈变成 欧妖昂机吃口 自TV第四集 大都会暗号地图事件起 于利红人开始参与 明天坦克兰电视动画的构成 分镜演出工作 直至2003年 TVD343-344集 便利店的陷阱后 暂时卸任 2008年 又担任TVD499集 红与黑的碰撞伪装 和TVD505-506集 律师飞音里的正言的分镜工作 于利红人还参与剧集创作 至今为止 一共创作了13集动画原创 合计8个暗线 数量虽然不多 但个个都很精彩 全部值得一看 尤其是修达拉鼻墅 杀人事件和诅咒冷面在假笑 哦不 诅咒假面在冷笑 最后呢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